娱乐低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低眼 英国的查尔兹王子呢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惨的王储了 他自从1952年被授予王位继承权后 过了68年呢 却依然没能顺利的登上古王的宝座 在和英国相隔千里的泰国 也有一位和查尔兹王子遭遇相似的王储 他就是马哈瓦吉拉龙宫 马哈自从1972年被立为王储后 苦等44年 一直到2016年才继位 2019年正式加冕 成为曼谷王朝的第十人泰王 和查尔兹相比呢 马哈无疑是幸运的 但他熬了近半世纪才继承了大统一世 至今仍沦为笑柄 正为此呢 许多媒体吸称他为东方的查尔兹 然后呢 从马哈现状来看 成为国王呢并非什么好事 他的口碑很差 早年呢劣迹斑斑 泰国群众对他也颇有为辞 那么臭名远扬的他 又是如何做到继承王位的呢 马哈在还是王储时 私生活呢就是出了名的混乱 甚至为此 差点丢了太子之位 早年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他的风流意识 关于他的花边新闻 层出不从 他沾花惹草无数 有过关系的情人 更是数不胜数 然一直以来 备受关注的当属马哈的四段婚姻史 马哈的原配是宋沙瓦丽王储妃 宋沙瓦丽是马哈的表妹 她的父亲呢 是施利吉的哥哥 母亲出身贵族 这场目的明确的政治联姻 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仅仅维持了14年就画上了句号 在宋沙瓦丽还怀着公主时 马哈呢就结识了小自己 17岁的女演员余瓦达 并选择了孕妻出轨 和对方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地下恋情 如瓦达的肚子呢 十分争气 为马哈待遇了四子一女 母嫔子贵顺利成为王储妃 只可惜呢 她和一名士兵偷情被抓包了 不得已带着孩子流亡海外 马哈的第三任妻子呢 就是被誉为最美王妃的希拉米 也是先任王储提帮公王子的生母 在一次警戒高层贪污案中 她的娘家人被查出牵涉其中 马哈一怒之下 剥夺了她的皇室身份和头衔 并逼迫她成为薛法维尼 在清灯古佛旁度过余生 现任王后苏提达是马哈的第四任妻子 形势呢严谨低调 颇受势力及太后的青睐 但马哈依然不满足 继位不久又加封了女友施妮娜为贵妃 公然承认了一副多气质 之后马哈又被爆出带着二十多位飞嫔前往德国度假 并承包了酒店的四层楼 娇奢淫逸的生活作风呢让人嗤之以鼻 和儿子不同 普密蓬对待婚姻十分的专一 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只爱一人 她和施利吉的爱情故事堪称童话 至今呢仍在泰国民间广为流传 普密蓬和施利吉予有三女一子 在独子马哈的教育问题上夫妻二人的态度截然相反 普密蓬长期以来扮演着严妇的角色 对马哈要求十分苛刻 都说完提示孩子的天性 马哈呢也不例外 但普密蓬呢却从不能容忍 经常对她进行棍棒教育 马哈在十一岁那年 普密蓬为了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 把她送到了遥远的英国读书 马哈高中毕业后 普密蓬呢又厌不其烦的 把她转到了澳大利亚 让她呢进入皇家学校 而施利吉予王后呢则是实打实的慈母 即使呢四个孩子都是她所出 但是她依然呢偏爱儿子 纵容她所有的行为 为她的过失买单 为了恐怖儿子的王位 施利吉予王后呢 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她 实在呢是用心良苦 俗话说 只子莫若夫 马哈呢是否有资格继承王位 普密蓬心里清楚的 就像一块明镜似的 在四个孩子中呢 普密蓬最喜欢的还是二女儿 施林通公主 施林通天赋异禀 曾以全国第一的成绩 升入中学 后又以全国第四的成绩 被泰国最高的学府 朱拉隆公大学录取 在大学期间 她从不懈怠 在连续四年保持全专业第一的成绩的同时 还额外学习了繁文等语言 毕业后的施林通呢 开始以皇室成员的身份 从事各类政治活动 是普密蓬的左膀右臂 她热衷于国际事务和慈善事业 经常呢 以和安可亲的形象 出现在重要的场合 深受人民的爱戴 群众支持度居高不下 值得一提的是 施林通呢 为中泰两国友好 贡献了巨大力量 她擅长书法和国画 曾代表泰国王室多次访华 并被北大聘为荣誉教授 可惜呢 泰国王室没有立女子 为国王的先例 普密蓬呢 也不敢随意地打破组织 但和马哈相比呢 施林通才是王位 最合适的人选 普密蓬左右为难 最终下定决心于1979年 修改宪法 替施林通为女王储 然而呢 施利吉却只想扶持儿子上位 他利用手上的军队 一直暗中支持马哈 普密蓬去世后 施林通孤立无援 成了光感司令 只能将王位拱手让人 有人说呢 马哈是被上天眷顾的宠儿 没有实力 却误打误撞的成为了国王 但不得不承认和施林通相比 他的确呢 是最终的赢家 毕竟呢 运气也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更不用说 他还有个偏爱他的母亲 爱国国王呢 自以风流 不仅引起了国内的关注 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 多次登上媒体杂志的新闻 更是由于长期呢 居住在德国 导致德国民众 对他比泰国的民众 对他还熟悉 一年365天 至少呢 有超过300天呢 都在德国 也难怪呢 泰国民众发起话题 我们要国王干什么 不过他的风流多情呢 倒是为各国的媒体 提供了不少的素材 一段二级贵妃回宫的戏码 让他再次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毕竟呢 可不是每个国王都能娶几位妻子 还能废除了又回收的 时期上呢 马哈的每一段婚姻拿出来 都可以算的一个比较传奇的故事了 他娶了五任妻子 生下七个孩子 如今看来 被泰王赶走的第二任王妃 于瓦达 或许呢 才是最后赢家 当苏提达和士尼娜争斗的 他在国外坐收渔翁之力 于瓦达呢 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能够在位成年 就给马哈生下儿子的女人 可不容小瞧 于瓦达的叔叔呢 是泰国音乐人 自己的家境呢 属于中产阶级 由于对娱乐圈感兴趣 加上美貌 进入娱乐圈拍戏打广告 初中的美貌 让他有机会结识了马哈 两人第一次见面才14岁 时隔一年多 再次相见的时候 马哈将他收入了后宫 17岁呢 他生下第一个儿子 此后连续生下了四个 还没转正的情况下 以其人的身份 生了五个孩子 说美野心 你信吗 由于他强悍的肚皮 加上宋飞多年呢 只有一个女儿 在势力级的调节下 宋飞呢 离婚同事 册封她为王妃 但是她的美梦成真 却没有享受多久 王室官方贴出公告 称她不忠国王 与阿南的元帅亲密 而她本人呢 带着五个孩子 跑了 对外称的是驱逐出境 但是马哈对这个女人呢 很快腻了 四个儿子在英国求学 也不愿付学费 不得已之下呢 学校将欠费的单子 寄到了泰国王室 最终呢 还是普密蓬 不忍四个孙子 连受教育的能力都没有 支付了这笔费用 不过呢 四个王子 闹出欠学费的事情 还被媒体抓到把柄 确实有些过火了 就算忌惮四个儿子 抢走自己的王位 但是至少学费 还是要付的啊 五个孩子 真正在英国长大的 只有四个王子 小公主 因为高森的预言 好运的被接回了 不过呢 已经过年过去了 为何说 与瓦达 有望成为王太后呢 毕竟她在被赶走之后 在外潇洒度日 没有回到过王室 这是因为提帮公的不争气 让太王呢 不得不扩大王储的人选范围 相比让女儿怕公主 尚未挑战太国王室 几百年没有的先例 显然呢 从另外四个王子中 挑选更加靠谱 而这四个王子 虽然在英国长大 但是对太国王室 无比熟悉 每个节日呢 都不忘记表达 自己对王室的爱意 并且在外 经营自己的影响力 在大王子生日的时候 王室首次回应了 并且发表了祝福 这就是他王软化的结果 若是这四个儿子中 随意更能够继承正统 那么于瓦达的地位 就会变得极高 有望成为王太后 实际上 就算他没有回到王室 于瓦达 也算是这些后宫女人中 最幸福的 虽然被赶走了 但是后半生呢 有四个优秀的儿子 闲来无事 就在全球旅游 也不用困于后宫中 针锋吃醋 而且半生呢 也见识过了 居于高位的滋味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无论他回不回宫 他都是大赢家 好了 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